探索世间奇闻,感受不同趣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青道夫这个物种 还真是一种让人很头疼的物种 虽然它喜欢吃残渣乌乌 能够对水质起到一定的净化作用 但是作为一种外来生物 它的繁殖能力非常强 短时间内就可以出现数量暴涨的结果 甚至会吞噬其他鱼类的鱼卵 所以在某些地方已经泛滥成灾 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针对这样的情况 当地人也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但最终的成效并不是特别好 有人觉得可以将青道夫加工成食物 这样就能吸引不少人食用 既能够减少青道夫的数量 又可以在饭桌上增添一道美食 可是青道夫的壳太硬了 刺有多,肉还不怎么好吃 所以这种想法并不能执行 这就让当地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青道夫又不能吃,鲨鱼杀不完 到底如何处理才能缓解现在的情况呢 最终还是泰国人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好办法 他们直接把青道夫扔到了鳄鱼生活的地方 虽然青道夫的壳很硬 可是遇到鳄鱼这种暴力生物 青道夫的壳再硬也敌不过鳄鱼的牙齿 而对于鳄鱼来说 天降美味这样的好事情自然是求之不得 管它来的是什么鱼 只要张口吃就可以了 这种方法还是挺不错的 既能够解决鳄鱼的饲料问题 还能够控制青道夫的数量不会继续增长 的确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方法能够处理一下青道夫呢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